我跟我们这个Line Construction的Nagy 其实合作有三四年了 然后每次他承接的项目 或者他要做的项目 都是立志于打造一下 这个suburb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给他的一个开发商 一个很好的交代 那我们整个流程走下来呢 我们对整个项目和他的工作的 努力程度是非常印象深的 从去年四五月份开始 我们对接这个项目 到他拿到Interior Design的图纸 跟我们对接 我们前后其实磨合了有四到五次 这对于我们只是 仅仅只是物欲供货商来讲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和细节 确实受到市场上的满意度 是非常高的评价 我们这个客户那个Nagy 他用的设计师 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设计师 他们在Sara Hill那边 然后他的设计师的图纸都是手稿画的 所以每次我们拿到这个设计师 我们就很印象 就是印象深就是这个设计师 然后他对于卫生间的选品 还有自己画的手稿 他的要求是挺高的 然后每次我们要通过他的手稿里面 去大概猜测 他要带这样子的感觉和灵感 除此之外 像比如说卫生间有些天窗的位置的话 我们就要改变一下我们实际上的产品 因为跟他设计上会有些出入 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卫生间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符合市场上对于这一个产品的预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他这个是一个投资的项目 所以整个卫生间的颜色的搭配 各方面的是可以cover所有的人群 可以讲说从30岁到五六十岁的人 他都可以接受现在的这样的卫浴设置 他的磁砖的搭配非常简洁 他的卫浴和磁砖的整个整体的结合度是非常好的 当时设计完之后呢 我们跟设计师和Bio那边也有对接过 就是他们在磁砖上想选了深色的颜色 那我们的卫浴呢 也不可以选特别亮眼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选卫浴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black 一个是gummetal 最后再考虑到预算和各方面 我们对市场上的那个整体上的风格打算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预算相对偏高的gummetal 最后出来了效果 跟这个磁砖搭配就非常好 我们其实每天对接的builder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们会发现到 如果那个builder在做一个项目 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一个项目 做成一个好的作品的项目的时候 他会经常跟我们对接 然后在发货之前和选产品之前 我们会有更多过产品的数量 然后到具体的尺寸 也会我们会经常会被邀请到现场 我们具体上在施工上跟水工 我们也会经常对接这个事情 那只有我们对接的越多 让整个项目里面水工和电工 然后去还包括磁砖工也会对接到 这样子我们对接的越多 整个所有参与的项目的那个施工人员 他们的使用度就这个流畅度就非常的好 所以这样子可以留项目的进程就会更快 这样子我就觉得让我们和builder 整个项目参与的够多了以后 我们跟所有的工种和能帮助builder的东西就更多了 YTBusroom的YT Group 我们主要公司的理念 就是全心全意的为客户服务 那我们在未遇上能够给客户服务的就是 当不同的客户找到我们 我们会根据客户家里的住宅的人群 或者说是一个项目的话 它对应的是哪一个suburble 我们会给出我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那如果说是住宅的话 如果家里一些老人的话 我们的销售小姐姐 不会一味的去给客户推 看上去很fancy的东西 而会给他推非常实用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会给老人提供一个grab a reel 这样子他在上卫生间起来的那一刹那 或者说洗澡进出的那一刹那 有一个扶索 这些细节上的东西 能体验出我们YT和别的卫生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卫生间这么小小的地方 但是大家使用率非常频繁的一个地方 能给大家更多的温馨 我们公司主要是在Alexandra和Sealwater的两个展厅 那Alexandra是一个简单的studio 像比如说东区的客户 还有南区的客户 像刚开始初步认识我们 就可以去Alexandra去做一做 但是我们Sealwater的展厅呢 它是比较大 一共营业是7天 全部都开放的 周六周日我们是10点到4点 周一到周五的话 我们是9点到5点 然后那边的话 你可能能够看到的产品是更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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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